我們龍師傅也要分享一個 健康舒眠的好料理 師傅今天要水蓮炒雙鮮 這個水蓮是當季有 這個富含水分跟膳食纖維 很好的食材 是的 因為剛剛醫生有講到就是說 像這個像你睡眠不好 或者是說要好一點的睡眠 其實紅藜麥也是非常好的一個食材 紅藜麥全骨類的營養素也非常好 那我這邊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紅藜麥的一個做法 這個是脫殼的紅藜麥 它有分有脫殼跟沒脫殼 那這是脫過殼的 那這個就是它跟水的比例 是一杯的紅藜麥對一杯的水 然後用電鍋下去蒸 大概蒸20分鐘到30分鐘就可以了 對那因為這個紅藜麥 它吃起來本身是苦味 有點苦味 所以我必須要跟這些食材 來做個搭配 不然你直接吃的話 會覺得比較難入口 那如果沒有紅藜麥 不吃紅藜麥 其實炒這個雙鮮水蓮也是OK的 味道也非常好 對好那我這裡先把這個蒜末 對蒜末跟薑先炒香 像一般有時候像對水蓮的話 都會用那個豬的那個肉絲 那我今天也是用肉絲 這個是豬的松板肉 好 直接切絲就可以 這個都不用醃 一些什麼醬油糖 鹽巴胡椒都不用醃 如果沒有松板肉 一般豬肉絲也可以 對 那這個龍師傅今天有一個秘密武器 給鏡頭拍一下 可以看一下 這是化卜劑是不是 對 這個醬汁是 你可以買那個樹脂 樹脂醬 對 樹脂醬 那你看這個鳳梨可以自己來醃 大概一個小時就可以做好了 傳統的這種樹脂 好像都是阿嬤在蒸魚在加的 對 蒸魚很適合 那其實今天搭配像跟水蓮炒在一起 對 跟這個肉類炒在一起也是非常適合 好 對 那接著這裡 我就先把這個黑木耳先下去去炒 因為黑木耳它本身它的這個 口感會比較脆一點 所以先讓它稍微炒軟一下 再來就是這個新鮮的蝦仁 因為今天雙鮮就用這個豬肉 跟這個蝦仁 蝦仁要稍微醃一下 因為蝦仁的話 怎麼醃 就是稍微用米酒 然後還有那個鹽巴 米酒鹽巴 米酒鹽巴 對 然後加大概一小時的太白粉 下去醃一下 那要醃多久 大概差不多醃20分鐘就好了 那你要讓這蝦仁吃起來比較脆的話 要再加點蛋白下去 吃起來比較脆感 對 所以就不要去 因為市面上有很多那種就是用 烹沙去泡 吃起來就是對身體比較不好 那師傅你剛剛講的這個鳳梨樹脂醬 是新鮮的鳳梨稍微切小塊 然後跟這個樹脂醬浸泡 要多久它會入味 這個差不多一個小時就可以了 對 非常快 所以這個就是家常入味 然後它的鹹度會比傳統的鳳梨醬低 對 沒錯 對 因為傳統鳳梨醬它那個鹹度是很重的 你還要再調過水 那我這裡剛剛又放了像黃田椒絲 還有這個生香菇 然後我現在把這個水蓮直接放進來 然後我現在把這個水蓮直接放進來 水蓮因為富含水分 買回來如果當天沒有立刻炒 對 怎麼保存 如果你買回來第二天才要用的話 你要記得一件事情很重要 就是你在冰箱的時候包一定要放在塑膠袋裡面 好 不要讓它去跟那個接觸 跟裡面的那個冷凍接觸 好 你會黑掉 那我這時候把這個自己醬汁 醬汁把它整個調進來 對 好 那水蓮它其實那個口感跟水分保存得得以的話 就要吃它的新鮮跟水分 對 那這個不要再加水進去了 我現在把這個稍微蓋起來 用燜的方式把裡面的水分稍微燜出來 接著下來我們的龍師傅這一鍋好像也燒好了 對 你看一下冒煙了 哇 水蓮好漂亮 對 而且用燜的方式 你在水蓮吃起來它的口感會特別的清脆 而且它比較不會用炒的炒那麼黑那種感覺 對 這顏色都好漂亮 對 非常棒 你看這顏色 然後最後就是再把這個蒸熟的紅藜麥 把它加進去 到時候可以拌著一起吃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就來試吃喔 其實很多食材經過廚師大師的巧手 吃起來的感覺 跟我以前吃的感覺都不太一樣 那其實今天的主題是失眠 其實如果你晚上能夠吃到這些好東西的話 大概也容易一覺會好眠 因為剛才有提到說 其實有人睡覺之前是腦袋是很空 可是四肢很不舒服 很痠痛 其實這種人來找我們的話 我們醫生會給他什麼 肌肉鬆弛劑 他不用吃止痛藥 給他一個肌肉鬆劑就會好睡 所以說去幫病人找到適合他的藥物 或適合他的食物 其實這方面有點難度 如果你找醫生來開那些綜合維他命 或是那些鈣片的話 健保不一定給付 對 那叫病人自己買的話 其實他去外面買反而比較便宜 那我們醫生能給的就是現有的藥物